大家好,欢迎来到新时宜站,我是Coco 高质量的夫妻生活可能会让人尝到这三个点头 不要害羡哦 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的提高 思想观念也逐渐的变得开放 很多人不再避讳夫妻生活 甚至追求高质量的夫妻生活了 因为适当的进行夫妻生活 不仅能够使得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升温 而且还能够有助于夫妻双方的 身体健康 尤其对于女性朋友来说 高质量的夫妻生活可能就会让人尝到这三个点头 你中了吗 点头一就是延迟衰老 对于女性朋友来说 每周进行两到三次高质量的夫妻生活 就能够有利益促进女人体内的分泌 更多的雌激素 让女人变得更加的年轻有活力 而且还能够帮助女人补充体内的气血 让女人看上去更加的灵光焕发 更有女人味 对于美容养颜 颜耻衰老具有非常好的作用了 点头二就是提高睡眠质量 有一些女性朋友在平时需要承受来自工作和生活中的双重压力 所以很容易出现了失眠的情况 这对于女性朋友的身体健康是非常不利的 高质量的夫妻生活就能够让女性朋友的身体得到满足 心理也非常愉悦 这样就能够让全身心得到非常的放松 对于缓解疲劳具有非常好的作用 让女人的身体和心理都感到特别的有安全感 这样就能够大大的提高了睡眠质量了 点头三就是预防妇科疾病 在进行妇妻生活的时候 女人的私处会分泌很多的分泌物 而且男人的精液也会流到女人的阴道里面 其实这些物体都具有一定的消炎杀精的功效 能够提高阴道的抵抗力和免疫力 避免细菌和病毒的入侵 对于预防妇科疾病也是有非常好的作用的 今天我们的话题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们节目的记得帮忙点击订阅点赞 下期再见咯 拜拜